家长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 才能够感受到孩子的困难点在哪里 空间概念的酝酿跟培养 真的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什么时候有第二件半价 哈啰大家好 我是Angie Jisco接下来预备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影片 那大家可以follow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们不定时会有优惠的资讯 还有抽奖活动要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支新上架的影片哦 马上邀请到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蔡爸爸 前面录的那几集开箱文 收到非常多学龄前爸爸妈妈的来信 问我们什么时候有下一集 所以我们这次等不及你询问我们问题 就直接发通告给你吧 这组你还没卖吼 对 好我们今天开箱完之后 你再参考一下要不要带个集组回家 你们有不同系列的就对了 对我们Jisco总帮我推出五款抑制教具组 那我们之前已经开箱了几何扣条跟百变齿轮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蔡爸爸 阿根老师 今天呢要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麦斯大方块 那它的内容呢总共是有六个颜色 那每一个颜色是有四颗 因为你们的小朋友大概五六岁嘛 所以我现在就先来介绍一下 五六岁适用的卡片的设计 那首先呢我们要把这六个图形做出来 我们把它命令这个叫做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就是六号 这几个叫做基本型 它不可以再移动了 那你觉得它应该用哪两个做这种堆叠 哇厉害咯厉害 同样的 如果今天我换成一号跟三号可以吗 一号跟三号 好像可以耶 这个图卡当中我们有一个是提示的 那一個就讓他自由創作 當父母親的只要心中已經知道有哪些組合 那可以引導孩子讓他自己試試看 我們很希望說家長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 才能夠感受到孩子的困難點在哪裡 現在我想要來給你挑戰一個稍微難一點的 登登 可以先引導小朋友用這個綠色跟淺藍色 綠色跟淺藍色 然後如果這個把它扣在這裡呢 真的好難喔 我想不出來 它的方向是跟你不一樣的 所以它是放在這邊 都可以對不對 它這個是立體的 整個主題主要是空間概念的醞釀跟培養 好 它還有別的答案 黃色和深綠色也可以 如果我放這裡 好難喔 我們一個人拿一個拍照一下 有兩種 我們先看這個 現在要用紅色跟淺綠跟深綠 這真的是對我來說真的是太難了 哇 我拼出來了 掌聲 真的耶 可是你的答案是跟我原來的設定是不一樣的 真的又是不一樣的答案 好 看看 所以它有非常多種答案 對 它有非常多種答案 你這個答案是自己創造出來 你看這樣多得意啊 對不對 這很難耶 孩子今天玩完以後 下次再一次再一次都可以 它又會做不一樣的突然出來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再挑戰一下 紅色 淺藍 深綠 有了有了 你的又跟我們不一樣了 這個答案是對的 但是呢 方向跟我們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紅色在底部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做一個 最後這個 看起來是有點難耶 如果小孩子看著這個平面的立體圖 它是看不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讓它去看 哦 原來這裡有這樣 然後還是讓它自己做 所以應該要買兩組啦 對 我覺得其實兩組的話 就親子的話一起互動 而且這個答案的話 就可以兩個都拼出來看這樣子 哦 沒錯 既然有兩套了嘛 就可以同時做出兩個來做比較 我覺得效果可能會更好 看你們什麼時候有第二天搬家 哦 對對對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活動喔 也許還會有抽獎活動喔 那其實它還有很多的圖形 可以參考 多做幾次的探索跟體驗這樣 從這個碗當中 空間概念會無形中慢慢提升 對啊 這其實蠻苦難 那如果說像你們的老二兒比較小嘛 才三歲多 就是可以做我們前面的那些定位 大概四歲左右的平面的圖 哦 還有比較基礎的 對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每一個顏色都做出1號 可以讓它隨意堆疊 也可以照著這個圖形來做堆疊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圖 要先認顏色 什麼顏色是在最下面的呢 橘色 橘色跟綠色 讓孩子做一個圖形的對應 那麼孩子排完以後 我們就可以問他 最上面那一層的兩個大方塊是什麼顏色 嗯 紅色跟藍色 好 那因為小孩子現在可以學上中下 所以我們可以問他 中間這一層 然後最底下這一層 那同樣這個題目 你可以問一下你們那個比較大的小孩 就說那你覺得這邊總共幾個 單一的方塊 怎麼算出來的 那你覺得小朋友會怎麼回答 可能會先一個一個算 哦 十六十七十八 很好 你也可以引導他說 如果我們只看左邊有幾個 那請問右邊會一樣多嗎 合起來可以用什麼算式來記錄啊 哦 九二十八 九加九 對 還有再背九九成八 哦 太早了吧 所以一九一九 那如果說假設你們的小朋友也在選 那你可以就三一三 三二六 是三個倍數嘛 好 那如果問那個比較小的小朋友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他說 像這樣子的方塊 一共有幾個 同樣的數數 你在不同的年齡啊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問法 OK 好 那其實這個堆疊對三四歲小朋友來講 沒有很簡單 因為他要有平衡感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問他說 如果我要把他每一個都變成 這個二號大方塊的話 要加在哪 加在這邊 加在尾巴的地方 很好 引導孩子把他在做的動作說出來 好 好 來這個再加一下 那麼二號大方塊也有不同的圖卡可以拼 那你覺得你們小朋友會喜歡拼這個還是拼這個 這個也太酷了吧 這個酷對不對 來 就這一個 對 哇 好穩喔 好 他說左邊 中間跟右邊 順便教他們英文好了 Green Yellow Red Blue 叫他們一個一個唸出來 還不錯 不錯 爸爸英文好友 真的優點喔 來請小朋友來看一下 像這些二號大方塊呢 如果要變成三號的話 要移動哪裡 移動上面這一顆 喔 很好 移動上面這一顆 把它加過來對不對 一個圖形關係的觀察 這個對小小孩來講其實是蠻有趣的 給你選一個 嗯 拼這個好了 你覺得要從哪裡開始拼 可以這樣問小朋友 從下面開始拼 好 這樣才不會塌掉 OK 哇 很棒 機器人 很像機器人對不對 對 好 那請問一下這個機器人 一共用了幾個像這樣的 三號大方塊 六個 好六個 那麼如果你們那個大的哥哥呢 一起在玩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說他總共是幾個 像這樣單一的方塊 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可以移動哪裡變成四號 把它拔起來 把它往上 喔 往上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對 很好喔 最下面要放什麼顏色 要放深綠色跟黃色 兩隻恐龍 哇 太棒了 這個數量跟剛才的很像 其實就不用特別做什麼數數 但是你可以再問他一下說 中間那兩個是什麼顏色呢 綠色跟橘色 好 請用英文來說 Green跟Origin 太厲害了 數學好 英文 而且我發現他每一排都是四個 哦 那四四可以用顏色四個四個這樣來看 你可以一排一排都是四個對不對 對 很好 如果同樣一個圖形 他看的角度就會有很不一樣 嗯 好那這個對三四歲應該還不錯嘛 對啊 那你也可以讓他堆什麼樣的造型都可以 就讓他隨意去堆疊 也可以全部把它拔開 做一些創意的造型 好 好 那今天呢 你覺得這個學劇 你們家小朋友會不會很喜歡嗎 我覺得會蠻喜歡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其實 如果買一組就 哥哥跟妹妹都可以學不一樣 我覺得還不錯 對 很好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介紹到這裡囉 老師我們之前錄的影片啊 我有把它放到face上面 然後還有辦抽獎活動 那我們今天要邀請老師 幫我們抽出得獎者 得獎者會收到我們GISCO的擺電齒輪 哇 這麼好啊 好 那我就試試看囉 好 老師抽到幫我們打開 然後念出得獎的編號 是幾號 18號 哇 恭喜18號 那我們剛才錄的影片會有抽獎活動嗎 當然有啊 我們對我們的粉絲這麼好 我們這一部影片呢 準備了四個禮物要送給我們的觀眾 那詳細的辦法大家可以到臉書去看 我們這次要送的禮物它叫做釘子板 它可以用這些彈力的香檳筋拼出超多造型 做一些創意圖形跟形狀 三角形啊 長方形啊 梯形啊 除了創意之外 還是可以學數學啊 對 大家要記得follow我們的臉書 還有我們的IG 我們上面就會公布很多的抽獎活動 呦你好了 好了 可是可是位置好還沒好 哦 我這個方向弄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